被美国制裁仍然要用钱出粮 以及中学毕业的一名警察 拥有一双八字眉的香港特首李家超 他在峰会开幕致辞时称 说峰会是香港重返舞台的峰会 你也知道这是重返吗? 你也知道你离开过 不过你能不能返回呢? 我老徐就很怀疑 因为就是因为八字眉李家超 你在峰会上讲话 简直是倒米大虫 令到现场的金融大膜 就更加铁下决心要放你香港 进入新加坡 愚蠢的李家超 还怕外资不清楚 香港已经不再一样了 大家其实看也看得到 他怕死了不知道 还在论坛上表示 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 香港仍然存在着国家安全威胁 包括在本港和海外看得到的假新闻 和创误信息等 创误信息肯定包括老徐 李家超强调 所有尝试破坏法治 以及歌众暴力的言论 在法治社会 没有任何存在价值 香港不例外 香港必须警惕外在威胁 采用底线思维 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 在金融高峰论坛大谈国家安全 李家超指政府会加强立法工作 为了履行《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宪制责任作好 全面准备 进行透切研究 提出有效实际可行的执行方案 处理过往和现在的危机 你说你死不死? 原来香港充满着危机的? Stuart 你明白我说什么?李家超 你在这儿告诉我 我们参加金融峰会 然后你告诉我 香港还是很大危机的 第二就是什么呢? 你认为这些金融机构的CEO和高层 是不是会视你李家超 在论坛上所说的东西 是属于好消息呢? 究竟这帮金融家 他们听完之后有什么感觉呢? 不过我可以这么说 对于新加坡来说 这个绝对是好消息 这个真是蠢人做蠢事 蠢人讲蠢嘛 对新加坡来说 李家超简直 怕死香港不死 怕死香港会追上来 这个彭博社的文章就指 不可否认的是香港已经失去其一定的优势 资金和人财涌入新加坡 中国的经济放缓 中国政府应对疫情的方式和进一步收紧私营企业 都带来了风险 在最新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中 新加坡被评为亚洲最大的金融中心已经超越了香港 不是我说的 你不要又说我在报什么假消息 这些是彭博社说的 仍然未睡醒的李家超 他最新一份的施政报告提出多项措施 抢企业 抢人财 包括要成立什么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 现在才成立了 但是原来新加坡2008年已经有了 另外李家超又呼吁 与会者要把握香港联通环球和中国的独特 而不可取代的优势 在这个我们叫中美争霸 争到已经出面了的今天 究竟香港所谓的背靠祖国还是否优势呢? 但是这句话竟然 李家超竟然觉得是理所当然 还要劝语与会者嘉宾 就是要看重我们香港 这是我们的独特优势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背后有一个大靠山 叫做中国 情况就像拔河比赛的两边人马 一边是什么呢? 手刮起展 虎背红腰 另一边是老弱虎鱼 瘦骨伦 还有一些是肺炉鬼 如果你是站在肺炉鬼那边 你认为这些是不是优势呢? 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之下 西方先进文明的国家围堵中共的形势 是已经不可改变 而香港至今仍然只是在一心想背靠大陆 是获得一个必然的陪葬的结果 究竟李家超说这些说话 是因为紧跟政治路线 还是他这里智商不足 老实说 你对一个警察有什么要求呢? 所以我自己觉得 他真的觉得背靠祖国是一个优势 我反而觉得这是一个原因